嗨大家我是马琪 今天又是网站分享系列 我在上一个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要怎么样快速的架好自己的Wordpress网站 那今天的影片呢 首先会分享网站管理中最重要的几个外挂 包括安全、SEO、快取还有备份 再来呢就是你的网站 它整个呈现出来的外观主题模板 第三部分呢会介绍网站托管的平台 那因为今天介绍的外挂很多 但我还是会实际操作几个我最常有在使用的外挂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些外挂的页面跟操作的方式 首先是安全性外挂 网站安全是每个网站管理员都必须要注意的重要任务 跟大家分享我有惨痛的经验 就是你真的被骇客入侵之后你就会怕了 这里我推荐两个外挂 一个是Wordfence 另外一个是Security 这两个外挂它都像是防火墙的功能 帮你阻挡一些骇客的恶意的攻击 或是装一些恶意的程式在你的网站 那也保护你网站的资料不要受侵犯 我比较熟悉的是Security 因为就在今年8月我的网站就是被骇客恶意的安装了 恶意程式 就是呢我的观众点进我的网站的时候 它会直接跳到广告的页面 让我的观众没有办法顺利的看我的网站 那像这里呢就是Security的页面 那因为它会做定期的扫描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现在有没有发现一些恶意的程式 那你现在网站的安全性怎么样 跟网站目前运作的状况怎么样 Security有一个服务叫做清除骇客程式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交给专业处理 没想到他们在一天内应该不到一天的时间 工程师就马上帮我把整个网站的恶意程式 通通都清除掉了 然后网站恢复正常 这一页呢是他们的支援中心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在今年4月的时候 我有请他们帮我清恶意的程式 那他这边他就告诉我说 他在哪一些位置有发现有不对的程式 所以他就把它清除了 他的支援中心的页面我觉得也很贴心 在这个加号的地方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请他帮忙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我会知道Security也是因为 当我发现网站被攻击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先跟Cloudways 就是我的网站托管平台的客服寻求协助 他们就告诉我说可以去Security 他们有帮忙清骇客 那这次经验也让我学了一刻 因为在这之前我的网站 没有真的被骇客恶意攻击过 顶多就是会有垃圾的讯息一直灌进来 所以现在知道安全外挂一定要装 接下来我们来看网站搜寻引擎的优化 那如果你想要增加网站的排名 很建议大家要用SEO的外挂 那这里我推荐的外挂 是Yoast SEO 也是我自己在用的SEO外挂 SEO外挂可以帮助你优化每篇文章 增加每个页面的SEO分数 让你的内容更容易被搜寻引擎找到 让更多人看到你的内容 那这边改善原间驼背的文章 是我特别有做SEO的文章 那我们看这篇文章的编辑页 在右侧栏的地方上面有一个 Yoast SEO的区域 好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 他帮你分析这一篇文章 好他的SEO分数怎么样 好然后他会告诉你分析结果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文字的长度不够 好或者是你有一些可改进的项目 像是你的标题当中 有没有SEO常见的关键字 那这里呢因为这篇文章 我就照着Yoast SEO改了非常久 所以下面呢有一些东西是我都已经改过了 比如说好的SEO文章 你应该要有图片 好有图片的关键字 然后你要有初站的连结 或是内部的连结 就是他连结到你网站其他的页面 好那对比另外一篇我写选择障碍的文章 那这篇文章虽然我有大标题 小标题然后还放了图片 但是呢在Yoast SEO里面 他给我的SEO分析就是一个哭脸 那因为里面可能少了很多内部的连结 连外的连结 然后没有放一些关键字 所以他分析说 这样子的SEO分数其实是会比较差的 那因为我用的是免费版 那另外他进阶版就有一些更进阶的建议 他可能有一些进阶的分析 跟你说有一些AI的建议 可以怎么样让你的文章更优化 接下来是快取外挂 网站的速度对使用者体验 还有SEO排名都非常重要 那所以建议大家 Wordpress的网站要装快取的外挂 可以再用的外挂叫LiceBKage 那我刚刚一查 这个外挂在现在的Wordpress上面 它已经有超过600万的下载安装数 直接使用的心得是 因为我的网站架在Cloudways的主机里面 我用的是LGB的主机 所以网站的速度本身已经很快了 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网站 我加了这个外挂之后 我觉得网站速度没有真的超级明显的差别 但是之前我架过另外一个教学平台的网站 在那个网站里面 因为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学生登入 然后课程的页面又常常会有比较多的内容 文件要下载 或有影片啊 有图片的载入 那这个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LiceBKage 加上去之后 可以让我的使用者 他们的使用情境能够更顺畅 比较不会有人有网站登不进去 网页看不到的问题 这份对网站管理员来说也是 超级重要 因为我也是曾经有过 那时候用的是台湾的主机 然后台湾主机商 总之被他们恶意的攻击 所以整个主机里面的内容 通通都不见 通通都消失了 所以我的网站 因为当时的我傻傻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备份 等于整个网站 我就是从零开始又重架了一个网站 备份外挂呢 在Wordpress里面 当然大家最常用的就是Updrave Plus 这个外挂可以让你轻松的进行自动的备份 自动的还原 让你快速的回复网站的运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网站主题 那目前在网路上 你应该可以搜寻到非常多 Wordpress的网站主题 那不论是免费的或是付费的 那在挑网站主题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考量几件事情 一个是如果这个网站主题 它足够轻量化的话 你的网站效能跟网站的速度会比较好 再来就是这个主题 它客制化的能力怎么样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任意的调整你想要的网站的排版 跟能不能很轻易的串接其他的外挂 或者是连外的连结 那我自己使用过的两个网站主题 一个是Ostron 另外一个是Bloxy 它们两个共通的特点 就符合我刚刚前面讲的 这两个网站主题 其实都是比较轻量化的主题 然后他们的客制化功能也非常强 就你可以想到你想要的 你想要你的网站呈现什么样子 它们都可以做到 那再来就是它们两个都有 很多漂亮的现有的模板 就是说你在建立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从它的模板库里面 去寻找你想要呈现的样子 就不用自己从零开始设计 那这么好用的主题 当然可想而知 就是它的付费版的功能 远远超过它的免费版的功能 虽然免费版就已经很够用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能够应用的更自如的话 基本上还是需要付费的 一直到我拍这个影片的当下 我查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使用的主机商 Cloudways 有提供一年份的 Astra Pro的会员 高级版会员 所以一年的高级版是59块美金 但因为我自己的网站 已经用Bloxie做好了 所以可能等到哪一天我想要 要换换网站的风格的时候才会再换主题吧 好 讲完必备的Wordpress外挂 还有网站主题之后 我想要分享 Cloudways网站托管平台 大部分对Cloudways的评价就是 Cloudways的主机速度快 网站的效能很高 但对我自己来讲 到现在还持续使用Cloudways的原因是 除了一个效能高安全快速的网站以外 Cloudways它还有其他的服务 比如说它有自动的备份 自动的那个申请SL的凭证 自动的更新 然后前面提到的几个安全性 防害客的外挂 然后或者是快取的外挂 这一些外挂 其实在Cloudways里面 它都有插件可以直接的使用 那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我在上一个影片也有讲到Cloudways 有24小时全年无休的客服 然后我有真的找过客服 他们也很及时的帮我解决问题 所以整体加在一起Cloudways 把我做网站相关的所有事情 通通都包含在内了 让我管理网站能够更轻松更有效率 总结一下今天 我们今天讲了Wordpress的必备外挂 轻量化高效的网站主题 还有专业的网站托款平台 那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可以让大家更轻松更自在的管理网站 如果你对今天介绍的工具有兴趣 别忘了点底下资讯栏 有我的专属优惠 那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 请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然后传给需要的人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